好 就到不習慣的地方 第一個不習慣是因為實在地方太大 我在預計交通時間方面是有點困擾 Anthony 還在的時候 他懂得開車 又有車牌 所以我們有時拍攝找到一些地方 就可以一天拍攝很多地方都可以 因為他開著車 我們預計得到交通的時間 但是現在又回到香港 而我又不會開車 我是未下車牌的 所以我只能夠選擇打車 或者乘公交車 在這兩個情況之下 就會產生不同的問題 好 首先說打車 打車是實在非常方便的 絕對是 你按過電話 然後就在外面門口就等你 但是其實也有一些東西我們是預計不到 首先預計不到車的種類 或者車的環境 或者司機的一些情況 因為我們都曾經有些不愉快的經歷 話說我有一次就在港口 然後就翻三向 那裡說應該全速前進 都可能要九個字的車程 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 我就按打車apps 就叫了司機來 司機是很有趣的 明明他們收到訂單 應該看到地址 你自己都應該要檢查一下在哪裡 不會的 司機來了 我和媽媽已經上了車 他自己先看看地圖 就說在三向 一聽就知道 他嚴遠 因為可能九點多 他們已經打算要下班了 如果他本身住在港口 他要載我去三向 他自己又回去 就很久了 但是這個是我們真的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但是可以不接這張單 有些司機也說原來他們是不可以 整天說不接單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之後的平台分單給他們又會難了 但是這不是我們乘客要去負擔的東西 試過這麼久以來試過兩三次 但是我久而久之就會覺得 唉 為什麼我願意給錢 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呢 再加上那個車的環境 有時候都很難以預計 因為又不是說很差 但是你如果每一天 整天都要坐著一些車 是令到你不太舒服的話 又會上上落落 而且我又要和家人一起 這樣的話 我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又會衍生出一些困擾出來 好了 再加上就是錢的問題 打車的交通費不便宜的 如果我經常來回的話 因為三鄉比較接近珠海 如果我經常要回到中山市區那邊 經常都打車 都有一個位需要去考慮 所以打車會衍生出這個問題 這一堆問題 我沒有說租車不用錢 但是計算一下 好像租車 令到我 預計到時間 可能會好一點 而好了 我不選擇打車了 我就選擇公交車便宜 非常便宜 一元 或者再遠一點 頂多兩元 三鄉都算方便 因為三鄉是珠海和中山 所以很多公交車都可以去周邊的地方 都是可以的 頂多一次車 但是始終公交車大家都明白 三鄉或中山暫時沒有地鐵的話 不可能可以做到點對點 所以在等車 車程都是需要時間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想出去拍攝 都要計劃很多東西 甚至乎我可能今天去石旗 只可以去到石旗 拍到一集 或者拍到一間餐廳 那就沒有了 因為我來回還要計時間 而且只要我們遲了少少出門口 你整個行程都會退後 所以我想而知 我們現在是由之前Anthony在的時候 一天可以拍三四集都可以 但現在會變成一天拍一集 甚至乎一撞對 那天是下雨 不能拍 那就會令到我拍片 或者出片的情況 都會有些影響 現在我們習慣了的玩法 就是去就會去打公交車 回來就是打車 在支出方面都會拿回平衡 所以我們的影片 就請大家多多支持 在這個不習慣的情況下 我就有一個願望 就是要快點考到車牌 但是會不會這麼快買車呢 我和Anthony都有談過 這個仍然是一個考慮的點 首先在內地買車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我們都想看預算 而且我們在通關之後 都想兩地走 即是香港 我們不停走 在現在這一刻 這麼快買車 又是否一個好的決定 這是我們要想的問題 所以就不會這麼快 馬上可以買車 下一個不習慣的點 就是網速不夠內地快 這個很可能是個人情況 不是每個人上來都會接觸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電話比較舊 還有我是加入香港的一些服務商的一卡兩號 其實已經是很快的了 如果在香港的話 在內地的話 我經常看到一些情況 我就會感覺到 為什麼人家的電話網絡是這麼快 為什麼我經常都要站在那裡等 因為在一些公共場所 我們仍然都要去掃一些預康碼 永遠我掃完 就要在外面等 整天都會和那個保安四目交囚 我就是等 永遠就是要等那個綠色馬出來 我才可以走進去 但是呢 在我身邊的一些本地人 即行即過 即是他一奪完就可以過 就可以走 還要最快的是什麼人 就是那些美團小哥 就是他幾部電話 一奪完就走進去 這個我就已經感受得到 我們的電話和他們的網速 應該是真的差一點點的 然後呢 也有一個尷尬的位 就是上公交車的時候 有一個小提示 告訴大家 現在上公交車 就是要看你的預康碼 即是綠色的碼 才上車 然後再奪去付錢 這裏就會運用到兩個位置 都是要用到網速的 第一一下要給別人看 接著要在你上車的圖中 當時就要給完預康碼 然後再給支付碼 坦白說我電話是做不到這件事 做不到快到這樣 當你後面如果有人在排隊 我就超怕的 我就覺得很尷尬 為什麼我電話永遠都是這麼慢 給個小提示大家 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可以在等車的時候 那個預康碼就先截圖 你就起碼不用再把預康碼拿出來 就截圖了那個預康碼 給司機看了之後 你就已經按好支付碼 再奪就OK了 所以回答我 為什麼我會帶些現金 就是這樣 如果我一次電話網速 真的受不了的話 真的太慢 我又很心急 我就會送那個健康碼給他 然後我就會小量 就是我帶了現金 我就現金給公交車 如果大家一開始上來 不是很習慣的話 都記得塞一些一元 五元那些 塞住旁身先 因為真的沒有 完全那個玩法跟香港不同 香港通常都是八達通 而且都不會看什麼馬 現在搭車是否需要看什麼馬 因為我很久沒有回香港 所以已經不太記得了 還有一個小小的提醒大家 60歲以上的朋友們 可以申請一個卡 就是免費搭公交車的 那我就寫回一些資料 在這裡 告訴大家 60歲以上的朋友 不用擔心 因為你拿著那張卡 就當八達通 就可以了 即是說你一手 就是那個語康碼 一手就是那個卡 就OK了 以上就是我在生活的 一些小小的分享 無論習慣還是不習慣 其實還有很多的 亦都是因人意義 可能你會覺得我所說的 這些都不是的 我都完全非常之習慣 那好吧 絕對是好事 但是都明白到 大家如果想上來生活的話 就不像旅行 旅行你有多不習慣都好 可能幾天都已經搞定了 但是真的想上來生活、創業、就業的話 的確需要時間、習慣、適應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的話 都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群 我們其實現在都有一班小的群眾 都分了一半 有些已經上來這裡生活 也有些打算即將 就是等通關就會衝上來 那有些什麼疑問呢 都會在群組裡 我們有時都會聊聊天 都會看到現在有什麼問題 都會率先去問一下 我們已經在生活的朋友仔 大家有什麼疑問都可以加入群組 也可以在樓下發言 也都衝心好想快點通到關的話 那就可以有這麼多東西跟大家分享 或者大家也可以快點體驗一下 灣區的生活 那我們就下集見了 拜拜 喂! 在道生活處理的微信群組開了 還快點在道加入我們 素描螢幕QR Code 我們等著做來灣區第一班朋友 ¡ow! 史頓章 Fest Fest F&F FF